《康告曰》 康告曰 這個康大概就是那個邵康 還是太康 以前的皇帝 商朝的皇帝 他告 這告就是告誡 告誡子孫 就皇帝告誡他的子孫的 這個 這個訓文 大概都出自上書 他講說 如寶赤子 心誠求之 雖不中不願意啊 未有學養子而後嫁則也 他說如寶赤子 好 注意喔 就是你在家庭裡面 你跟家人相處的時候 你的態度是怎麼樣 如寶赤子 你們有沒有抱過那個 剛生出來的小孩子啊 那個皮膚還紅紅的那樣子 要赤子 有沒有抱過 你抱了他 你會不會很小心謹慎那樣 微孔掉下來 微孔把他擦破皮 因為他很嫩啊 很細嫩啊 好小心喔 對不對 一個剛生出來的小孩 哇 小心翼翼的 唯恐把他弄傷 很謹慎啊 對不對 一定很謹慎的嘛 對不對 那個人的天性 就要去保護他 就這種 小心謹慎的這種心情 你就把這種心情 用來跟家人相處 所以你沒有抱過那種 剛生出來的小孩 你一定要去抱抱看 抱抱看那種感覺 掌握那種心情 這樣子的心情 用來跟家人相處啊 就沒錯了 心誠求之啊 衰不重不願意 誠心誠意的 全心全意的 好像在保護一個赤子一樣 你跟家人相處 說話啦 態度啊等等的 不要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一般人在家庭裡面就是這樣 放肆 說什麼就說什麼 就像你抱一個小嬰兒一樣 哇 小心翼翼的唯恐把他弄傷 這種心情 這種用心啊 拿出來與家人相處 雖不重不願意啊 就算是沒有那麼恰好 也差不多了 也差不多了 雖不重意不願意 差不多了 所以這就是一個訣竅 你不用學一大堆的法則 就把這種心情拿出來 小心翼翼的 小心翼翼的 人際關係是很容易破壞的 就像那個嬰兒 剛生出來嬰兒皮很嫩的 很不小心可能就把他弄傷他 弄得他不舒服了 為有學養子兒後嫁則也 他說 他這個講的也很有意思 嬰兒抱在手裡 你就知道怎麼去養他了 不用先去學了 為有學養子兒後嫁 那個時代是這樣子啦 沒有說先養兒子 先學養兒子再去嫁人的 現在也很少啦 只有日本人怪了 發明那個婚姻學校 先教你怎麼養兒子 有沒有 只有日本 日本有這種婚姻學校 台灣沒有 大部分國家都沒有 大部分國家養兒子都是 生下來才養的 抱在懷裡就知道了 小心翼翼的去處理 你就知道了 知道怎麼樣去養他了 他用這個來譬喻說 你不用去學怎麼樣跟家人相處 怎麼樣跟父母相處 只要拿出這種心出來 成心 什麼是成心呢 他很具體的 就是 懷抱的一個 赤子 剛生出來的嬰兒 那樣子的心 以那樣子的心情 跟家人相處 所有的 方法都不用學習 自然就可以處理得很好 自然就可以處理得很好 就算沒有那麼精要 也差不多了 隨不中 亦不願意 好像射紅心 雖然沒有射到那個紅心 正中央 那紅心如果是十分的話 那你也差不多可以射到九分 沒有到十分也射到九分 已經非常靠近這個紅心 隨不中不願意 這個點出來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人在跟家人相處的時候 就很容易放肆 很容易放肆 很容易 很容易愛說什麼就說什麼 愛做什麼就做什麼 事實上跟家人相處的時候 要如保赤子 要那種小心翼翼的 好像保護一個赤子 拿出這種心情出來 這樣子就不會破壞 和諧的關係 要 不然的話呢 很容易就傷到了 人際關係就像什麼 就像一個剛出生的嬰兒一樣 家庭裡面的人際關係 就像一個剛生出來的嬰兒一樣 皮嫩得很 很容易就插破的 很容易就插破掉了 所以我就發現很多人很奇怪 跟兄弟姐妹都反目成仇的 對不對 不來往的 很多人都這樣子 兄弟姐妹不來往的 為什麼原因就很簡單 在家裡面相處的時候 放肆 放肆 不尊重別人 不尊重別人 不管別人的感覺 我們會去 嬰兒抱在懷裡的時候 我們會去感 很重視她的感覺 很怕讓她難受 很怕讓她哭 等於我們去保護她 保護這個嬰兒 但是呢 你也要用同樣的心情去保護你的家人 就拿出這種心情出來就好了 這個時候你在這種心情之中 智慧自然會出來 因為當你在這種心情的時候 你的心就會回到本性來 這時候自然會有良知出動 自然會有良知 然後這個良知就會讓你 知道要說什麼 知道表情要怎麼樣 知道動作要怎麼樣 這個是書本上學不到的 那個捏拿是很難去 沒辦法去學的 沒辦法去學的 那個是一種隨機的判斷 隨機的判斷 絕對不是書本上學的道理 所以其家之道 關鍵就在這一句了 如保赤子 他整篇那麼大篇 關鍵在那一句 如保赤子